好這次要講的這個是Linux的Curnal Module 核心模組的這部分 那核心模組跟去用程式它的差別就是在於說 我們在做去用程式 在核心選單變異的時候 我們這邊就要把我們的去用程式先編譯進去 然後編譯進去之後我開機的時候就會自動 掛載我的去用程式 那模組的話是不一樣 Module 的話它可以做動態的掛載跟卸載的動作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如果像是USB的Wi-Fi 還是一些其他外部的裝置的時候 我當我要使用它的時候我在掛載 那不使用它的時候卸載 這樣我可以達到省電 然後跟很彈性的運用我記憶體空間的這個功能 那早期在開發的時候 只有Driver的這個部分就必須說 你把程式寫好之後連核心一起去編譯進去 然後在開機的時候再使用這個Driver 那Module的話是從NinxCurrent 從2.0開始的時候就有Module這個功能 那這個 這個是Driver Device Driver 那記得就是說如果要使用Module這個功能的時候 這邊就要去選起來 Unable Load Module Support 就是讓我可以 Kernel可以去載入這個Module 動態載入Module 講到這個Module Module它也有它的相依性存在 相依性是什麼 然後舉個例子來說 就Linux有關影像裝置的 中介層 我們叫Video for Linux V4L2這個 這個中介層 那不管是 不管是USB還是其他有一些 排線還是I2C上面的影像裝置 都是靠這個 V4L2的這個中介層來做操作使用 這裡有一個這個圖 那我有很多有關影像的裝置的時候 都是靠這個核心層來做使用 那我們還 Ninux還有一個一個class是 呃 這個 UVC USB Video Device Class 那這個的話就是專門是使用USB的影像裝置 那這個UVC它是Based on 這個 V4 V4L2的這個中介層 所以說Module在載入的時候呢 核心一定要先 一定要先載入這個V4L2 然後再載入這個 UVC 這樣的話才能 呃 才能讓它的相依媒合度 那個達到可以使用的目的這樣子 好 這裡有準備一個 這個 自製Module的這個程式嘛 這樣子啊 可以看到這是一個Hello Module 那Hello Module 我可以先看一下說 它的include啊 它是include 嗯 Linux核心的這些 標頭檔 點H標頭檔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聚集啊 它是在那邊宣告這個Module的license 這個 這一定要去宣告 那license有很多種 那可以去上網查一下這樣子 那這裡有兩個static的function 那這個 initial的時候就是說 我在模組在掛載的時候 它會呼叫這個function 然後我在 做卸載的時候 我會呼叫這個 Exceed的這個function 那它的命名呢 都一定要是 你的模組 你的模組名稱 你編譯出來的這個是 待會編譯出來的時候 會是hello.ko hello就是你的模組名稱 那這裡的 initial這邊也是要hello exceed這邊也是要hello 就是follow它的這個界面去寫 然後這邊的話它是 這邊的話就是它跟註冊 跟核心註冊的時候 我有這個模組 然後這個是它的那個 function point 就是我註冊的時候 當我去做掛載的時候 我就要去呼叫這個function 這樣子 這個是 這個程式碼大概是這樣 可要注意的是說 它這邊使用的是 使用的是用核心 核心的標頭檔 所以我們編譯這個 編譯這次程式的時候啊 是絕對不可以用onlinux gcc去編譯的啊 這邊先把它跳出來 這個有一個hello.c啊 它一定不讓我編譯的 因為它就說找不到這些聚集啊 還有這些黑的 因為它 我用onlinux gcc的時候 它編譯它去找的library 那我這邊所要連結的動態連結程式庫 還有我要使用的函數 這是要使用 是要使用linux上面 linux核心上面的函數庫這樣子 所以我的module 一定要follow我的核心去做編譯 那 當之後如果說 你拿到廠商給你的這個module的時候啊 驅動程式或module的時候 你一定要連它的 它所指定的核心版本 你也一定要有 如果說它給你的是2.7 2.7 2.7或是3.0的核心的話 那我們用2.6的核心的話 是搭配不起來的 因為它這裡面所呼叫的一些function 是一定要follow核心的版本去編譯 那我們一定要做模組這個編譯的時候 一定要事先準備好一個 完整的linux kernel的程式碼 而且還要讓它編譯過 因為我這樣動態連結的時候 我還可以連結到它的.0檔這些東西 所以我 第一個步驟我是要先 擁有一個 完整程式碼的linux核心 然後我還要把這個核心 重新編譯過 那我才能再去做我這個module的編譯 所以module一定是follow核心的 核心的版本 我不可以說這個module去跳新的 核心的版本來做這個編譯 這樣是不行的 那當然了我們現在只有做printK 這麼簡單的動作 那 往往之後拿到的module一定是成千上萬行的程式碼 就呼叫核心不一樣的function這樣子 好 那我這邊在編譯的時候啊 我就要自己做一個 makefile這個檔案 來看一下這個makefile這個檔案 makefile的時候這裡是說 我要指定我核心的這個版本 核心所在的那個saucecode資料夾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我module所在的目錄 然後這個是跟核心說 呃跟這個makefile檔說 我要編譯成module這個 這個參數這樣子 我編譯成模組啦 就是我這裡我編譯成模組這樣子 那我還有這個一個就是install的時候啊 我是說我指定我要把我的module丟到這個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是固定的喔 那我待會再來說這樣 那我先做編譯的這個動作 那我先指定了這個我核心所在的目錄是在kernel 然後linux2.6.28.6的這個資料夾下面去 那我去做makefile 就把他編譯完成了 我就把他編譯出來 他這邊是 呃看這個 這個指令 我去makefile 然後我去指定了我的核心 核心saucecode 然後我再把我的 鎖鎖在位置 給他 然後我再跟他說我要編譯成module的這個 KO檔這樣子 那我編譯出來之後我就有這個 這是我最後的result 我有一個hello.KO的這個模組檔這樣子 好 那我剛剛編譯完之後我現在把這個模組搬過去 然後這個是我on的這個 板子這邊啊 那因為我現在是用nfs這個檔案系統開機啊 所以我現在就直接 剛有提到嘛 搬過去的路徑是固定的啊 我要搬到這個 嗯 lib的資料夾下面的modules 然後對應的是我現在使用核心的版本編號這樣子 因為我剛有提到說 module一定要配合的核心來做編譯 所以用版本編號來做歸類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現在這個 lib下面沒有這個module這個資料夾 那我這邊就要再手動建立這樣子 然後我還要再一個我核心版號的資料夾 然後我還要再一個我核心版號的資料夾 那我就執行我在我的pc端 因為我剛剛寫這個makefile這個 這個指令這樣子 全線不符 他就幫我搬過去了 這就hello.ko 那我現在要掛載這個我的module 只要下這個指令 insinsinsert 然後他就掛載起來了 hello this is my first module 那這個不是用printf去做出來 跟我們之前寫小AP的時候 用onlinux gcc 然後printf compile出來的 不一樣 這個是真的是 你有看到前面帶這個數字 就知道是核心幫我們叫出來的 如果說 呃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可以看 就是 dmessage 就可以看到說 我核心 這是核心幫我交出來這個 這個module 那我要卸載這個module的時候呢 我就用 remove module 這樣我就離開了 goodbye first module jimmy woo is a handsome boy 我真的是很帥 好 那 剛剛提到這個 我現在 跳出來 剛剛提到這個掛載的時候啊 這個 insert module 這個後面一定要給這個絕對路徑 絕對路徑 來做掛載 像我現在 我剛 是直接insert mod hello 他是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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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必須要用這個絕對路徑 我這樣才有辦法掛載 我一定要用絕對路徑才有辦法掛載 這樣子 好 那這邊來介紹幾個有關模組相關的指令 這樣子啊 那先切到 先切到這裡 這是我的PC端 然後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module info 打錯了打錯了 PC端 在這裡 在這裡 module info 我可以看到說 我這個hello 他的資訊這樣子 他的license啊 然後他的 depends 就是他相依是哪一個模組之類的 然後這個是說 他使用的是哪個核心的版本 然後他使用的是arm的方式去做編譯 那之後如果拿到這個KO檔 只拿到KO檔的時候 如果沒有給你核心的話 其實也沒有用 因為我剛剛就提過說 module一定要依附核心 一起來做編譯 這樣才有意義 那只有給KO檔的話 你就是看到這些資訊也沒有太大的用處 這樣子 這個是module info 看到模組資訊的這個檔 這個在PC端這邊執行就好了 那另外還有這個是LSMOD啊 就可以看到說我這邊 總共有多少個 我現在是NFS這個彈毛 好 我現在下LSMOD的時候 我只有hello這個模組 我現在只有這個模組 可以使用這樣子 那 另外剛剛這個是 insertMOD啊 就是說給絕對路徑 然後我去做掛載的動作 那我要卸載模組的時候 就rmmod 那之後如果每次 每次都要開機就要掛載的話 可以寫在這個 開機script裡面 那我就是做 開機就掛載了這個動作 那但是 如果每次開機都要掛載的話 那寫Driver就好了 所以我說 模組這邊倒是還好 不用說 不會到時候每次開機都要掛載 這樣 好 那我現在介紹這個 module pub這個指令 它也是一樣可以掛載跟卸載 只是它後面帶的是 只要帶module名稱就好了 那系統為什麼知道說 只要帶module名稱就好了 那我們在使用這個指令之前 都要先 先使用這個指令 depmod 那 Kernel就會幫我們建一個 就是有關module的 那個module table 那我只要做 module掛載的時候 我就去 他就去找這個 module table裡面的 所在的路徑 然後就是給他做掛載的動作 那先來看這個 depmod 這是我剛在我的這個 module資料夾下面 就是module然後2.6.28.6 這個資料夾下面 那我就是裡面有這個 hello.ko的這個module 那我這邊 depmod進去 那我就出來這個 剛說的啊 module depends的這個table 那我可以cat它 他就出來 這邊可以列出來說 我裡面有多少個module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 所有的module都要放在這個資料夾裡面 那 他有沒有 我剛剛depmod 他怎麼知道要在這裡去產生這個module table 所以這是核心 他就是define好 定義好說 你就一定要是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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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 這個資料夾下面 他就會去偵測所有的模組 然後並且產生一個module table 那這個就是 depmodule的功用這樣子 那我要掛載的時候 我就很簡單 就是modprobe 然後 然後 hello hello 這樣就掛載起來了 那在卸載的時候就是 我打錯了 這樣子 因為我剛剛這邊沒出現的時候 我已經掛載 我已經掛載在我的核心裡面 那我現在是把它卸載掉 現在沒有module 那我再做一次掛載 那我就掛載起來了 那我再 lsmod 然後就出現 這個module就出現在我的核心裡面了 那卸載 卸載的時候 你可以用module-r 剛剛提到 這個 你可以用module-r去做卸載 那你也可以用 rm removemod 這樣子 hello 這樣也是一樣都可以卸載 對吧 那就是看個人取決說 適合使用哪一個指令 這樣子而已 好那module這邊就介紹到這裡 謝謝 謝謝 謝謝